記者附近 細星輝 上節由墓室到觀闕 由觀闕到觀材 今次說到七星版的秘密 上一節留了一份尾巴 尾巴是说,现在我们有一样东西是古代没有的 叫做骨灰位,像鲁卡那样物质的骨灰位 它会带给我们现代人 什么问题呢? 为何我说要复兴这个古文化呢? 如何将当年流行的陀罗里观,甚至无失 这个文化复兴,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先人 令到我们后人受害,这个才是问题 它背后就是说,我们弘扬这个文化的背后 对先人甚至后人有什么好处 这个才是我们复兴文化的精结和问题所在 好了,大家看这幅图 大家看这幅图,就是譬如骨灰位 这个骨灰位,大家看到一个九宫格 这个九宫格里面就是你的祖先,就在中间这里 好了,问题就是说,譬如祖先的骨灰位 这个就是骨灰位 骨灰位是怎样死的?原来是会影响祖先的 好了,你的骨灰位的楼上那一格 它是自杀死的 好了,斜上面这个是癌症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病,而导致他死亡的 又或者他是一生人受这个疾病的前妖 好了,或者是破产 他离婚,孤寡 即是没有子女,没有子女送中 或者是临老的时候孤灵灵一个人 或者是车祸 即是这个横死了 原来你的祖先这些邻居 是会影响你的祖先的 影响了你的祖先 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呢? 它影响了后代 但是在古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古时候大家一格格的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骨灰位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大家看看 有些人他就会有个疑问 他说我们家族家族遗传里面 是没有精神问题 也没有癌症 为什么会有癌症呢? 除了我们在医学上 可以得到答案之外 一些在医学上解释不到的问题 原来就是说这些隔离屋影响 就是隔离那个祖先位的气场交感的影响 所以导致你的祖先有这个问题 好了 你的祖先和你的血脈是产生感应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举例在24校里面 就有这个很明显的案例 有人找曾子 曾子去了上山打残 曾子的妈妈就心急 不知这个人来找曾子是什么事 曾子究竟几时回来 是不是一件急事呢? 曾子的妈妈就咬手指 咬手指曾子心口痛 哎呀! 无端端为什么会心口痛呢? 妈妈一定有问题 然后立即赶回家 说朋友来了家 他妈妈通过咬手指 来call曾子回家 还先进过现在打电话 他咬手指的儿子就回家 你现在咬断 十只手指的儿子也不理你 问题是这样 好了 原来这个就是血脈的感应 你说有没有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大家又举例 这个儿子在外国读书 妈妈不知道他开心还是不开心 妈妈突然间心碎不灵 妈妈心碎不灵 好像肯定有些事发生 一打电话 原来儿子很不开心 他想自杀 幸好妈妈灵感到 心碎不灵 在国内国外 所以究竟你的祖先 好了 他又不明白什么叫生死的问题 无神论 是吧? 现金的 甚至他信其他信仰 不知道要修行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自己了 这个骨灰位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他执着在那里 他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 就会像这幅图那样 产生种种的问题 为何后人就会影响后人 譬如这个是车祸的 令到后人就多了这个问题出现 自杀的 又会令到这个 所以为何今时今日 现代这个社会 产生这么多古灵精怪的问题 很多人 他就说 这个是现今世代的问题 跟这些事情没关系 但什么叫科学的精神呢? 科学的精神就是 你不是第一时间否定所有的东西 科学的精神就是我们去探究 我们去探讨 去研究、去分析 不是一来到我否定他 这个叫迷信 这个不叫科学精神 反而这样叫做迷信 科学的精神是open mind 你要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去尝试是否真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去探讨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复兴 那个观阁的文化 但是你说今时今日 观阁的文化 是很难去复兴的 因为 因为 刚刚都说 很多失传是因为土地问题 钱的问题 那怎样去做官阁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去找一样东西 令祖先不受周边的东西影响 达至这个境界 那就各有各 他腰折 他又不会理他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在徐堂的时候 甚至在这个汉朝的时候 这个观阁的文化 甚至这个模式的文化 他还有一个大秘密在这里 这个大秘密是什么? 叫做结界 这个结界好像是一个保护 不受外面的影响 侵扰 你说怕人盗墓 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机关 这个是怕盗墓 你说他会不会怕 有另外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去骚扰的亡者呢? 有 他其中一个守护神就是什么? 就是慕兽 慕兽就是其中一种守护神 好了 慕兽是一个守护神 那另外一个守护神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幅天文图 那幅天文图像 为何是五星、五行、阴阳、伏羲、女窩、蓝斗、七星? 原因是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正义的东西 他是去守护的 他守护的亡者 令到他不受一些邪灵和外界的骚扰 好了 在这里我就复兴了这个文化 就产生了这个叫做一方正土 这个一方正土 就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 就一直想做这件事 我就在研究这个文化 这个是原因的 但是当时我手上 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料 还有我自己未有能力 我很想做 但是做不到 因为有经济的能力 种种的能力 是支持不到我去做这个研究 接着就在三年前 三年多之前 我就开始终于去着手 就做这件事了 这个一方正土 就是我研究 我发明出来 我在这里写 送给亲人的最后一份礼物 这个是一方正土 这个一方正土是怎样用的呢 这个一方正土 其实它有很多秘密在里面 包得很好 真的 因为一方正土 为什么我叫一方正土 这个名字是我研究出来的 就是它能够做到一个结界 令到先人不受干扰 这个一方正土 这个一方正土 它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经文 以及奏隆 它就是结合了唐宋当时 我就是用参考 这个唐宋的时期 结界武藏文化 陀罗尼观的文化 还有我们的星斗文化 结合了在这里的里面 我们中国的天文 徒 星斗文化 徐唐的时候的佛教文化 全部融会在这一方正土里面 所以这一方正土背后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秘密 这里的东南西北 全部都是有秘密的 就不是那么简单 东南西北 为什么这个字放在这个位置 全部就是按照徐唐的时候 这个文化的图 全部按下来 还有这个就是有大秘密 这个就是下一节我们可以慢慢讲 在这里我们简单讲了 例如这个就是骨灰银 这个就是骨灰银 但是原来我发现香港的骨灰银 是很窄的 就是把骨灰银 这个就是一方正土 放入骨灰银 然后就把骨灰银坐在上面 放正中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叫那些上位的师傅 封银银银银 就可以了 摘起骨灰银 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这个一方正土 就是当时徐唐文化的一个浓缩版的结晶 下一节我们就讲到这个一方正土 与这个天文和风水都有关 稍后我们回来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